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吉 傳播知識近在傳播室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們的頻道 在節目一開始之前 記得請大家動動小手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節目一開始 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今天的來賓 就是我們的查老師 歡迎查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大家好 那我們在開始之前 我們一定要非常感謝我們的恩客 就是我們的 恩客 怎麼會有恩客 對,就是我們的衣食父母 不然我們這一個影片 沒有辦法順利的產出 就是我們的 Altra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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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對,感謝我們的這一個贊助商 贊助我們才能讓我們的影片順利產出 那節目開始今天我們會非常想要知道 我們今天的節目主題是什麼嘛 就是我們的主角 是一艘能讓船能夠發動行駛 驅動馬力的主要來源 也就是方向舵 那這一位主角呢 就要繼續邀請到我們的查老師 來為我們做一些簡單的介紹囉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的方向舵 何謂方向舵呢 就是當我們的懸外機啊 或者是船內機也好 當我們的引擎要做轉向的時候 其實它那時候的硬力矩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必須要採用槓桿原理 或是其他的助力方式 來擺動我們的舵板 或者是引擎的方向 來讓我們進行轉向 那舉例來說 如果我們是採用油壓舵的部分的話 當我們會轉動方向盤 方向盤這裡會控制我們的一個油壓幫補 油壓幫補會將我們的油路送到我們的油壓缸 然後再用油壓缸回油到我們這個幫補 造成一個循環 這就是我們的油壓舵的原理 那查老師 我事先做功課的時候 知道我們方向舵有分成手超式啊 機械式啊 還有好多好多種哦 那你可以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一些有什麼差異嗎 好啊 那我順便跟各位觀眾一樣做一個介紹 首先我們講的手超式 就是我們傳統最常看到的就是手超比 有點像我們摩托車那種油門那種方式 它是直接連接在我們的熊外機上面 它直接可以控制方向 那這種東西大部分我們會比較常看到 或者是在這個嘉義東石布袋那一塊 他們不是都會養鵝啊嗎 他們在作業的時候 他們不需要跑很快 需要一個比較大的置物空間 那置物空間是不是 他就不用加一個駕駛台 那是不是就可以 就是用一個方向多的方式 可以把空間空出更多空間 讓他們載更多 當然當然當然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剛才第二講的就是機械式嘛 機械式就是像我們台面上這一組 哦 這一組 它看起來不像方向多對不對 對不像 像什麼像渦輪嗎 我也不知道像什麼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台灣 非常早期的時候會使用的產品 那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它裡面就像尺輪 有點像我們的腳踏車啊 在踩的時候會有一個變速 用小齒輪去帶動大齒輪的方式 然後來控制我們這個舵機的方向 那它的優缺點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因為它本身是外面是金屬 那裡面齒輪也是金屬的 所以說我們常放在海上啊 就是會有海鹽啊等等的環境因素 造成它鏽石 哦 生一生啦 對 生一生 那就像腳踏車 你生一生的時候是不是 你踩起來就會卡卡卡卡卡卡 或者是說打小會有時候鬆有時候緊 就會比較 不太好使用 對啦 那你就相同的就是船主就是阿藏嘛 就會覺得說 哦 怎麼買這個沒路 卡卡 對啦就卡 就類似這個意思 那像這種東西 像台灣還是有人在使用 可是大部分會使用在哪裡呢 就用在比如說像 我們碧潭的那種天鵝船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 因為它低 它成本真的會比較低一點 是 對 那可是它保養不易 就是說你常常可能要醬牛啦 什麼之類的 不然它就是會生一生 你就是常要去做保養 哦 不然它這一組就一下就是 就是鏽死掉了 不管是淡水壺還是海水 都高 因為畢竟有澡氣等等之類的 第三的話我們來看了 也是我們平常最常看到的油壓墮 油壓墮這顆是我們的幫補 這個是我們的油壓缸 它其實是用幫補 裡面它有像活塞環的方式 你打的時候活塞會作動 將油送到我們的油壓缸 將油壓缸推動之後 來控制我們引擎的方向 哦 就類似這種方式 是 那這種比 剛剛我們的機械室比較起來的話 它是來的比較容易保養 第一它因為它吃油嘛 可是相同的它的傳輸性 就沒有像我們的這個機械室一樣 它有動後面就跟著動 它必須是油 所以你必須在整個這個系統裡面的空氣 都要排出 你才會覺得說 哎 搭起來才會輕鬆 所以說它安裝上一定比這個來的困難 可是相同它包眼上一定來的更 更簡單 當然 而且可是價格喔 它也會來的比它更貴 壽命也比它更長 哦 所以我們現在市面上最常看到的 就是我們這種油壓缸的方式 最後一個呢 動力輔助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動力輔助 主要的作動方式跟原理 當我們的引擎一過電 我們的PowerPoint 它就會開始啟動囉 那啟動之後 等待我們在打我們的方向盤的時候 我們Helm Pump這邊的油閥開關就會開啟 然後我們的PowerPoint就會送油到我們的Helm Pump 再透過油管來到我們的油壓缸 幫我們推動引擎的方向 相同的另外一邊的油一出來一樣會先回到我們的Helm Pump 再從我們的Helm Pump到回到我們的PowerPoint的油槽 基本的循環就是這樣子 動力輔助其實也是走油壓的 不過它最大的特別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舵機啊 搭配的馬力會越來越大 那馬力越大的時候 變成你在控制方向 尤其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你就會搭響特別緊 所以譬如說現在有人掛到500匹600匹 甚至到900匹馬力 像我們海巡家已經掛到900匹馬力了 的床外機 那你掛上去的時候 你在高速行駛行駛到30... 是 沒禮貌 所以我們在3、4、10階的時候 你在跑的那一刻啊 你在控制方向要起1萬是非常困難的 那這個電動幫浦 它就是這個時候可以幫你去做推動流壓缸 讓你在打起來 不管是在跑20階、30階、40階 都是一樣的速度 一樣的手感 那大家就覺得比較輕鬆 畢竟你看他們海巡啊 一趟出去回來 可能是3、4個小時 你開船 你只要開3、4個小時 一天要開2、3次 對啊 那你如果 你不用 如果沒有動力輔助的話 你用那麼大馬力 可能 不用一個禮拜 你可能手就 就沒辦法再開船了 哦 所以這是我們剛才之間的差別 是 所以這邊這三種的話 是這種的價格比較高 當然這個應該最高 因為畢竟它是用電子式的 它有一個幫補 所以它一定會比其他的東西 來的價格來的更高一些 哦 了解了解 對 哇那查老師 聽了這麼多之後啊 那我是屬於那種急性子的人 希望我的船可以跑快一點 那或是我的船可以比較省油一點 那我應該要用哪一種 那我跟你講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方向舵 它只能決定船的方向 跟你的操控度而已 所以跟你的速度沒有任何關係 哦 船的速度是跟你的引擎跟船 負重跟你的螺旋片之間的關係 比較有直接的關係 那我們的方向舵只能控制它方向 那省油也是跟這個部分一樣 哦 所以就是跟這些東西是不太相關的 當然 當然 好 那因為我們有聽說 我們這些船主啊 在買船的時候啊 因為馬力引擎比較大 所以我們的祭司都會建議說 要裝上這一個動力輔助系統 那到底是為什麼啊 不裝可以嗎 就像我說的 應該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國外這邊啊 他們大部分在裝大馬力的時候啊 他們就是會安裝動力輔助系統 可是在台灣這部分啊 我們的消費者 他會覺得說 哇 這個動力輔助動輒 就是有要多的幾倍的方式在做計算 他們就覺得說 哇 這樣我們花這個錢 又沒有每天開 又覺得很浪費錢等等之類的觀念 可是他們就會開船的時候 又覺得說 哇 又那麼緊 所以他們現在解決的方式是怎樣呢 就是把幫股 裡面的油量變小 圈速變多 我們原本是打五圈的 五圈 現在變打十圈 十五圈 可是你能想看看喔 今天如果你停車的話 原本我們是三圈的 汽車是三圈的 如果可以改成十圈呢 我不知道轉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轉到我要的地方 你在倒車入庫的時候 你會 這這這這這 你覺得有可能嗎 還沒轉完後面的車 應該會一直拔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大部分他們都會用這種方式 因為他用這種方式他就是打每一圈就會變得比較輕鬆一點 可是相同的你看你停車要左蠻多 右蠻多 左蠻多 反正他們無動力量的時候會用那種方向盤 所以我就想說 動力輔助其實它是現在的趨勢 往後馬力一定會越加越大 像我們單批 現在的單引擎有限已經來到450匹 甚至更高 對嘛 那如果之後你要負載更大的油耀多 其實會有限度 不太可能一直無限剛的往上聊 5圈10圈到時候一次做蠻多要改20圈 也不太可能 所以這個是一定往後的趨勢 所以真的很建議大家是說 你使用大馬力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配合動力輔助的方式去做駕駛 會來的更好 然後第二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操控的敏銳度 今天我往前開 我馬上要急彎的時候 可是我跟妳講說20圈 那想一下我花這邊要10圈 我才能轉過去我要花多久 是不是要花很久 可是如果我從這邊到這邊只要兩圈 那我時間是不是一下就過去了 對啊 對那就超過性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會認為說 圈數沒差啦就打久一點嘛 可是你看喔 如果你今天遇到東西 你馬上要閃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容易說 哇我必須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打這麼多的圈數 是不是會有一點危險性 對 所以這個就是動力輔助 它其實在這部分 它就是有特別的功效 嗯嗯 哇今天看到自己的朋友 真的是賺到了 因為阿姬在找方向多相關資料 幹嘛找方向多 你又沒有船 你找什麼方向多啦 我也希望我擁有一隻船啊 船 船什麼東西啊 那因為我們在買船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很多的一些迷思 或是可能不懂它的優缺點 就傻傻的去買它了 那這一次剛剛好 我們一次請查老師介紹好 介紹買 我們謝謝查老師 謝謝 那這一邊的話想要問查老師說 可不可以再偷偷跟我們講一下說 誒方向多還有這麼多的品牌 未來還有機會 嗯 跟我們再做其他的分享呢 可以啊 我希望觀眾朋友啊 你可以在我們下面留言 你敢留我就敢開箱給你看 太棒了 所以記得觀眾朋友要常常在下面留言喔 如果你看到你的船上面是哪一家的方向洞 你想要了解它的優缺點 都可以在留言給我們喔 或是私訊我們的粉專喔 好的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一邊結束喔 如果想要更進一步知道的 或是我們這些廠商想要把你們的產品宣傳出來的 都可以積極的來找我們喔 私訊我們的粉專找傳播室 我們就可以為您解答 那還有最重要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不要忘記囉 大家再見 掰掰